劇團演員在城市中奔跑 跑過了東門市場 跑進都城隍廟 每一個景點都是新竹人最熟悉的地方 曹宇田舞蹈劇團推出了2022年的 實驗星座漫步封城 嘗試以環境劇場的方式 將舞蹈藝術帶進民眾的日常生活當中 那今年呢 這檔作品它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選了新竹市 五個具有史詩感的這個古蹟場域 包含了我們新竹市的戰前廣場 然後東門城廣場 還有地下道 東門市場 還有到新竹都城隍廟 這次環境劇場最有趣的地方 是劇團設計的四個不同的場次 不同的集合地點 民眾可以依照自己喜歡的路線出發 或者民眾也可以自行設計路線 跟著語音導覽一起探索 漫步這座美麗的城市 那我們也希望說呢 在這一次的這個整個過程裡面 是讓觀眾可以非常的接地氣 而且我們還特別邀請了豪笑排演 他們來擔任我們這次語音導覽的這個合作 所以觀眾呢 他不僅可以一邊聽著語音導覽 還可以一邊漫步封城 然後跟著我們一起來 在各個景點去觀看演出 然後這次很開心的是 我們又聯名了至少有30位 30幾家的在地知名的小吃 他們呢 只要我們的觀眾是出示 你是漫步封城的觀眾 那你就在這些小吃呢 他就會給你一些特別的優惠 曹宇田舞蹈劇團是一群在地青年藝術家所組成 每一年都在嘗試不同的演出方式 今年設計戶外環境劇場 希望帶給民眾全新的藝文感受 也希望這樣的演出 能夠跟土地環境擦撞出火花 環境劇場將在5月28 29號兩天演出 希望民眾可以加入一起在新竹市漫步封城 記者林彥斌新竹採訪報導